8亿问题由来已久,谁对谁错,我们今天姑且不论。 特朗普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美国政府默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加沙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 据悉,加沙地带冲突事件最高峰时,有大约4万名巴勒斯坦平民参与其中,由于军事无法得到缓解。 以色列阵方甚至允许驻扎在边境地区第一军士兵向巴勒斯坦平民们发射时代,而这也占整个国际社会彻底激怒。 以色列战基督国政府对以色列提出严厉批评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对以群在加沙地带的暴行展开调查。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黑力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原以为前段时间发生的流血事件并不会持续恶化。 但以群最近却在此以哈马斯挑起边境冲突为由,对后者展开了大规模空袭,迫于无奈,哈马斯随后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35枚火箭弹,哈马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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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